嗨,我是宝可梦 今天大家都好吗?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 其实还蛮有趣的 就是说上个礼拜有一个粉丝 在我的粉丝页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宝可梦我现在大概有10万块的资金 那请问我可以做什么投资呢? 那其实说真的啦 这个数字其实好像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 刚好就是纾困的这个金额嘛 就是纾困金大概10万块左右 那如果您自己刚好是有领到这笔钱 然后又想要做一些额外投资的话 我个人觉得当然是OK 那重点就是说 这笔钱应该要怎么去做进场投资的动作 才能够给你最大化自己利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 所以我就想说那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聊 那你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当你自己就是在你的 这个所谓的高利活储的数位账户里面 存了一笔钱 好不容易存到快10万块钱 那请问应该要怎么做投资比较好 是不是有其他风险更低的方式让你进去市场 然后不会这个减损很多的本金的部分 到底有没有呢 我们今天看看你就知道了 好那我们就往下走咯 好这个 我有10万块应该要怎么投资 好这个很有趣的一个题目 那我相信这应该是大家都想要知道的 好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 好那10万块的投资这边有列出三个注意事项 好第一个就是你的投资方向是什么 好你可能要想一下 第二个的话就是 哎那你平常最习惯的投资工具 最上手的投资工具是哪些 是不是可以靠这些工具 然后来进场就好了 好这部分就是 你平常如果有做功课 好有在看宝可梦影片的人 那你就知道到底有哪些这个 可以进场的工具 好这样子 那第三就是你的风险承受度高低 到底是多少 好那我其实今天也跟大家分享 我就是最近拿到的一张 这个加密货币的卡片也蛮有趣的 好跟大家分享 好这种这种高风险 超高风险的这个东西 到底可以让你拿到怎样的报酬 或者是你使用最低风险的工具 是又可以拿到怎样的报酬呢 这我们再稍后也会进行讨论 好那接下来就事不宜迟往下走 好第一个就是说 你的投资方向为何 所以我最想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想要投资的是台股呢 还是美国股市 或者是比如说 香港的股票或是日本的股票 所以其实各个不同的地区的 区域性的股票性质都不一样 那也有不同的交易所 所以你想要进行投资 让你的钱变大 那么你就要知道说 你自己想要投资的是哪一个区域 那当然对我们来说最简单的就是说 我们就是投资台股就好了 投资台股很简单 你就是买比如说0050或0056这种 指数股票型的基金 你就可以是投资整个全台湾70%或80%市值的这些上市上位公司 对你来说其实等于是非常的分散风险了 那当然股票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说 你可以择时进出 或者是说你可以重压某一股 比如说你觉得台积电现在好便宜 刚好可以就是进场 那当然OK啊 所以你就是可以在股票的市场里面进行交易 那当然是非常非常OK 或者是你非常看好金融股 比如说玉山金或者是台新金 或者是富邦金 你都觉得哇他们最近的绩效很不错 然后配息也很好 也许你就想要考虑就是重压个股 那当然也OK 所以其实如果你想要单纯的买这个台湾的股票的话 那很简单 你就看你想要的是哪一种性质的股票 那么你就往那个方向去研究 也许对你来说 其实10万块这样下去 其实大概买不了几张吧 就一张两张而已啊 对不对 一张20块的你这样成1000不是多少 就2万块了嘛 那你比如说玉山金好 你就顶多就买个5张10万块就没了 那如果200块左右的 你可能200块是要多少 是20万的 那可能只能够买一半而已 就也买不到多少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10万块钱的话 你想要开始进场投资 我建议你还是稍微可以分散一下 比如说金融股的部分 你就挑个两三家然后来买 当然一次就OK 或者是说你当然还是有其他的选择啦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台湾的股市的部分 那如果是美国呢 在美国的部分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 现在是标股的这个Alphabet 就是那个Google的母公司或者是像Apple或是可口可乐之类的 这些都是非常目前非常非常夯的这个公司 你都可以考虑去投资 那当然这种的话它就是往上成长速度很快 但也有可能就是往下跌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还是要自己本身要去拿捏说你自己可以认可的风险的承受度 但是美股我相信它现在还是全世界经济转场的这个火车头 所以如果你想要投资美股我个人也是觉得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第三第四的选择比如说你想要投资的是日本的股票或者是陆股或者是所谓的港股的部分 其实也可以你其实也可以在这个比如说请你的证券商来帮你去做协调 然后你就可以去买到不同国家的股票 比如说有些银行他也有提供这种这样子的服务 那当然他会收一些手续费 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要看你自己本身想要投资的区域别而定 那我觉得最无脑的像我自己最常使用的 其实也不用重压某一个区域 你就是直接买全市场的洗钱 那可能是最简单一件事情 所以我在这边的话我还是跟大家分享说 你的投资方向为何你自己要想清楚 当然不是说宝可梦跟你建议的你就一定要这样去做 而是你要去观察 然后你自己要做功课 然后才能够确定你自己觉得哪一个方向的投资是最适合自己的 所以这部分我也没有办法去跟你做任何的建议 因为那是你的钱 他不是我的钱好吗 而且你赚钱你也不会分我 你赔钱我也不会把钱赔给你 所以你为什么要听我的 所以重点还是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自己往下走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第二个你应该考虑的点就是说 你最习惯的投资工具是哪些 因为你在这边看的话 其实你投资基金的部分 基金它的优点跟缺点 其实我在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分享过了 所以你如果不确定基金是不是你自己适合 跟擅长投资操作的朋友 请你们赶快就是按下pause键 好 那如果是看守博的朋友就是等一下等 这支影片看完之后再回去看我之前所介绍的基金的单元的两支影片好不好 好 一样在我们下面的这个赋言堂这边有 请你们就是点开来稍微复习一下 大概就是到基金是怎样的商品 然后他自己本身的费用是多少 你有一个初步的理解之后 你再来这个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投资方式 好吗 那再来的话就是股票 股票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 我总共准备了三支影片来跟大家介绍这个股票 它的包括怎么它的由来跟交易模式 到最后还有就是推荐的券商之类的 你们都可以看好不好 也是在我们下面的复言栏的部分呢 同样都有这个影片的连结 你都可以看一下 那它的费用率其实跟基金比起来比较低 就是0.6嘛 那0.6意思就是说0.1425 0.1425是这个所谓的交易费用 买进跟卖去会各收一次 那券商可能有些折扣 除此之外呢 就是你在股票市场上面的买卖呢 在卖出的时候 我们的国家会跟我们收证券交易税0.3% 所以这样加起来大概是0.6左右 那当然如果你越频繁的进行股票的买进跟卖出 那你的这个费用就会越跌越高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赚价差赚波段的话 你还是要把你自己这个费用的部分 还是要把它算进去 因为毕竟它是成本好不好 所以你要做波段操作OK 但是你自己还是要去注意一下你自己的费用的部分 因为当然你有赚钱赚很多 那就恭喜你 但是如果你都没有不赚不赔的话 那你为什么要做白工呢 那你要是要特别注意 就是因为它的费用是0.6% 所以说你的股票的价格 比如说你现在是20块钱 你买了千分之六的法则 就是说你的费用大概就是120 你一定要让它涨幅超过0.6% 那你在做卖出你才不会亏钱啊 不然你就做白工了 因为那些钱全部通通都是被政府跟券商给收走了 所以这个股票部分也是要特别去注意 那第三的话呢 就是ETF也是我自己本身目前很喜欢使用的一个投资工具 它的费用率就很低 这边指的是 因为其实现在你如果擅长英文 你在网络上进行美国券商的开户的部分 你在ETF上面的交易其实都是零手续费 那这中间的费用的话 其实指的应该是指 它的产品会产生的内扣费 经理费啊 总费用率最高 最高0.6% 然后最低最低到0.09% 甚至有到0.035%这种非常非常恐怖的数字 这其实都是这个很多很多的基金公司 他们其实都可以提供你这么低廉的服务 所以这个是你可以参考的 所以在这边就是跟大家介绍到 其实你要的这个投资工具 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种类 然后其实刚好这三种我都有做过介绍了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请你就是可以来看我 就是复言栏下面的这个连结 不论是基金股票或是ETF 我都有做过很多的影片跟大家做介绍 但是我拜托你 不要只放定存好吗 不要只放银行的活存跟定存 就算Banky的这个2.6%好了 它就只能让你放5万放半年 其实你10万块 你还是有另外的5万 你还是要放其他地方 比如说你放大户好了 大户也不过才1.1%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你每年都放在银行账户里面 都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 通货通货通货上比如说3%好了 你的钱放在银行只会越放越薄好不好 所以你还是有一些比较基本的风险比较低的方式来进行投资 那其实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的钱才会保有它那个本 就是不会越来越保越来越保 如果你现在都只放活存或者是定存 那你的钱只会越来越小而已 说真的 这是很可悲一件事情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就是唯利时代 就是这样 那第三的话就要跟大家聊聊这个风险承受度的问题 风险承受度的话 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一下 就是为什么国人还是很喜欢买基金 买基金很简单 因为它可以把你的风险降到最低 因为它其实就是由基金公司来做承担 然后他们来做规划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买基金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还是觉得很OK 很喜欢的原因 其实也就是有这个方便的特性 就是每个月只要定时定期定额放3千5千 那么其他就由基金公司帮你做打理 你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你在购买的那个决策的当下 你决定的基金到底是不是会对你带来 就是持续性的收益这一块 就是会不会让你赚钱 所以这个判断的部分还是让你自己去做 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你报名牌 因为我自己说不定也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要去看到未来 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要大家一起讨论跟努力的部分 所以宝可梦不能报名牌 但是你至少可以知道说 其实你如果是想要投资的入门的话 其实基金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选项 但是你还是必须要去做功课 去理解这个产业的类别 跟未来可能发展的趋势 那你当然最好是不要开用后照镜开车 就是他这个去年好像机架很好 然后你现在就进来 但是他去年机架好就代表现在是高点 那你现在在买的话就只是 就是垫背而已你知道吗 你只买在贵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不要以 就是他最近的绩效表现最好的你来买 这样子其实是不好 因为他接下来就是在高点就往下走了 那第二的话就是 其实股票的波动幅度是非常的高 虽然说他长期是往上的方向走 但是呢 他其实有时候可能会跌到20到30 简单举个例子 今年3月这个 美股至少就崩跌了至少27到30% 像我自己放在eToro的 这个美金大概2万吧 他曾经跌到1万7 我觉得好恐怖哦 724 14哦 1万4 所以他中间跌的是跌了很多很多 所以我觉得大家你如果要投资美股 或者是股票的部分 你真的要很强大的心脏 因为你看你的钱这样子 瞬间砍了三分之一 你不会心痛吗 你真的会心痛哦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有挺过这一波的人呢 现在在看到这个美股再往下再跌一点 我觉得你心里面可能就比较 能够去接受这样的事情 然后你就会比较知道说 现在其实刚好是相对低点 差不多就可以进场了 然后分批逢低买进这样子 其实我的家人也是跟我 就讨论这件事情 他就说 宝可梦 你不要在网络上面再推荐eToro 不要再叫人家再买了好吗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会跌到什么时候 那是3月多的时候的事情 那那时候我跟我的家人谈到后来 我就是非常的不开心 为什么 因为他们希望我赶快止损 然后就离开 但是呢 我因为没有听他们讲的话 所以现在他的钱呢 就这样回来了 所以之前曾经最高 就是还倒赚到1700美金 就大概是多少 5万块左右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其实就是说 你是否愿意坚持留在市场上 这真的是 很大的人性考验 我说这真的非常的大 因为我的家人他们的资金 其实就撤出了 那他们现在还在想办法找相对低点进场 所以我觉得 这反而会是比较辛苦的部分 因为他们也 就是听宝可梦话 就是累积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是没有 我真的是很替他们感到可惜 但是 钱是人家的 所以是人家要怎么决定 我当然无法左右 所以我不是说你一定要 跟着我怎么样 因为你还是要有你自己的判断 所以我觉得 在玩股票这块的话 他的确是有可能让你赔30% 也有可能让你赚30%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疯狂的游戏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金钱的游戏 那我现在要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另外一个更疯狂的东西 这叫做加密货币 那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风险承受度是如何 但是我相信我自己应该是心脏还蛮大科 所以我是觉得说 就算赔掉50% 60%我都觉得OK 但是呢 其实像这个 这是MCO MCO的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商品呢 它其实风险波动度更高 甚至你必须要把它设定为说 它有可能会让你的资金归零 就是说你可能投了200美金进去 但是它最后就变成零 就变货 就变是废纸 就变是你根本就没有投进去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加密货币 它的风险承受度是要更高的 甚至有可能会让你赚好几倍 之前我们都听过就是 有人因为早期投资比特币并且没有把它卖掉 因为前一阵子这样子整个飙涨的关系 它甚至成了就是所谓的百万富翁 就只是因为它持有了少数的几个比特币 然后让它变成了纸上富贵 那它现在又跌下来又再重新上去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比股市还要疯狂的产品 那就是MCO 所以我觉得MCO光是我买的当下是大概5 一个MCO币它大概是 我那时候买大概是5块美金 对它现在又跌到4.8 那前一阵子的话就是也有跌到4.9多 那其实那个数字的涨幅其实是还蛮恐怖的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今天的那个状态 那其实我觉得你们如果真的有想要了解这个东西 其实你们真的都要有非常强大的心脏 你们自己看到这个MCO现在的这个 你看又往下跌了 所以这个是今天的跌式 但是你看看这个一周的部分 你就会发现其实在今天之前 前两天它其实也跌了一波 但是呢如果你是用一个月的这个时间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最近老师相对低点 它前阵子真的很高 所以它的波动幅度其实是比那个所谓的股票还要高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我真的是完全的 没有办法去做推荐 你说Etoro的部分你还可以来看看我的绩效 你自己喜欢 你也许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动作 复制或者是自己想办法去操作 但是像这种MCO这种东西 我就真的没有办法推荐 因为你有可能会赔光光 我也有可能赔光光 那这种东西我怎么做推荐 所以这是危险性很高的一个产品 那当然它也很刺激 因为它也的确有可能就是向上涨 然后你也可能赚钱 那它比较特别是说 这个商品它其实还可以搭配这个 金属的这所谓的签账卡 所以你还是可以在台湾进行消费的部分 把你的这个所谓的加密货币给消耗掉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它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所以将来有机会再跟大家做分享 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基金 股票跟加密货币的波动是非常差很多的 所以差距非常大 请你们也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风险承受度 然后最后再来决定你要投资什么东西 那我自己要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 这不是投资建议 但是你还是要小心理财 好不好 因为基本上我没有这个所谓的证券分析师的指导 我不能够做任何的推荐 所以我能够就我自己使用这些产品的经验 跟大家share一下我的想法 但是你们只能做参考 不要跟好吗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到时候赔钱 你来找我我也不会给你 所以这个你真的要自己想清楚 这个赚赔 这是在命运在天 所以你自己还是要想清楚 比如说我自己本身的投资的部分 我可能有90% 是放在这个所谓的股票市场 因为它是可以赚比较多 只有5%到10%的部分 是我放在所谓的加密货币 或者是数字货币上面 你可以稍微有点类似像玩股票的部分 但它绝对不会超过我投资总资产的10%以上 那这90%里面呢 你还是可以用某些部分来做区隔 比如说你有60%是留在股市 然后30%是买债券的部分 然后来降低你这个波动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用这些比例来做 分配的部分 你其实是可以比较容易去达到分散风险的 那我们现在讲的 这其实也只是投资的一块 也许你还可以再规划出另外一笔钱 来做这个房地产的部分 比如说你在台北或者是都市有买房子 那你把它整理好之后 把它变成是套房出租出去 每个月我稳定的收入 这也算是你某种程度的被动收入 它也算是一种房地产投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将来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要先做到财富自由 才会跟大家分享说将来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这样子 所以这边呢 就是简单的几个提醒市场上 你去注意 你还是要做一下资产配置 然后呢 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承受那么高的风险 你就不要去摸加密货币 甚至你自己的债券的比例 就要提升到60%到80% 那你的股票的部分就是降到30%到20% 可能对你来说 你会比较 就是晚上可以心安理得的睡觉 或者是你就干脆就买基金就好了 好不好 买基金的部分的话 至少有金管会做监管什么的 那这些状况可能 当你发生了就是无法预期的状况的时候 你还可以去金管会就是申诉 也许他都会帮你主持公道 好不好 所以这就是以上几点的 这些提醒注意事项 然后让大家可以了解更多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 更多相关的有关于投资理财的东西 你还是可以来看我这本书好不好 宝可梦的刷卡赚钱秘籍里面 除了三分之二的部分 都是跟你讲那些信用卡的部分 其实后面还有三分之一 是我自己的一些投资心法 其实对于你想要学习 想要了解投资的部分 它也是一本很不错的入门书 如果有机会 我当然想要出第二本 然后就是完全跟你讲投资了 好不好 你可以靠信用卡投资 当然可以 我现在就是用信用卡来投资eToro 现在甚至这张卡片加密货币 也有千张金融卡 你还可以刷卡进去投资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有趣的玩法 但是呢 我觉得你一定要有完整的了解 这个所谓的风险 那你再来决定你是否要跟进 好吗 这基本上的话呢 就是一些废不知言 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投资的一些心得 也希望你们可以在未来 投资赚钱的路上 能够一帆风顺 尽早达到自己的财务自由的 这个所谓的目标 好吗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赶快来订阅 我们每天晚上10点会跟你分享最新的信用卡 理财 投资相关的资讯 好不好 赶快按赞留言分享出去 把这些最好的知识呢 就是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跟你一样一起财富自由 好不好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